我们来介绍三度空间的坐标几何 在介绍三度空间的坐标几何之前的话呢 我们来先回顾一下我们以前所用到的单变数函数是什么状况 来我们看一下单变数函数 单变数函数的话呢 基本上这是X轴那是Y轴 它的函数的话呢 如果我们要画出它的图形来 它是一个平面上面的曲线 那么我们的话呢 在三度空间的话呢 就不再是平面上面的曲线了 我们将会有三个轴 X轴 Y轴还有第三支轴的话呢 是我们要必须要有立体感 第三支轴是一个立体的 来我们来让同学看一下 表示一下我们的双变数函数 各位同学看一下 各位同学的话呢 要看这个是一个三度空间的轴 它的话呢 我们是旋转是让各位同学看得清楚一点 那么我们现在的话呢 这是一个三度空间的轴 然后我们来把它定住 来看一下定住 这边的话呢 这边的话呢 我们称为X轴 这是Y轴 这是Z轴 这个轴的话呢 两两都是相互乘90度的 各位同学你要知道啊 这是90度 这是90度 这也是90度 在三度空间的双变数函数 我们都需要了解 我们是三个立体的轴 那么我们来介绍一个图形 让各位同学看一下 来我们来看看三度空间的图形的话呢 双变数函数 随便介绍一个图形 这是一个我们所谓的抛物线锅 这是一个三度空间上面的图形 看起来是复杂了许多 所以我们来做一个简单的回顾 来我们来看看啊 单变数函数 双变数函数 有什么差别 单变数函数 我们就需要画图的话呢 我们需要一个平面 所以是平面上面的曲线 那么双变数函数呢 我们就会变成了3D了 所以是空间 我们需要的是空间 空间中的一个曲面 Surface 这是曲面 我们必须要分辨这个 在这个图的话呢 各位同学的话呢 这个轴我们是习惯的话呢 把这个X正 这是正的 这也是正的 这是Y 那各位同学的话呢 你要知道 这个夹角几度呢 千万不要说它是130度 120度 这个是要讲的是90度 它的话呢 要有立体感啊 这个地方的话呢 相当于是XY轴 然后对应到上面 不同的XY 对应到不同的高度 这个高度 这是Z 也就是所谓的F of XY 它有不同的X 对应到不同的 它的点 它的高度就形成了一个 空间中的一个曲面 是XY转型的 XY转型的